我们进入这个行业的时候 实际上在家门口就遇到了国际竞争 因为所有的大城市、中性城市以及城镇的话 多用的是国际上著名的进口的设备 所以我们设备的话 唯一的机会就是在农村 但是农村的条件是相对恶劣的 因为它没有机房、没有空调 所以我们这个设备的话必须非常稳定 而却适合这样非常恶劣的环境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做到基本上免维护 当时发现有的时候交换机短路 电话就打不了了 原来冬天交换机有加电以后它发热 所以在冬天的情况下 那个交换机里面是最暖和的 而外面是比较冷 老鼠其他一些东西就躲在交换机里面就作窝 一刹尿以后就把电路板给搞短路了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发现这个问题以后 我们就把交换机做了一个防疏网 让那个老鼠进不了交换机 所以从点点滴滴这些创新方案的话 就可以看到华为公司是完全是按照客户需求 帮助客户解决问题、解决挑战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